舞者在舞台上跳着华尔兹 摇曳声姿洋溢着神秘的诗意 这是云门舞集2002年的作品《烟》 林怀明当年在欧洲巡回演出时 一口气看完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而编写了这个舞作 《烟》将为舞到秋天揭开序幕 这个舞就会有那样子的一个追忆往事 往事如烟的东西 然后梦里头有一只飞报 那那个报纸从头到尾 就像一个不祥的 很充满的性的魅力的一个象征一样 它永远在那里 它永远在那里 然后看到这些人来来去去 两年一度的国家两厅院舞蹈秋天 也邀请国外的舞蹈作品演出 法国马基马汉舞团将重现 21年前来台演出的作品《May be》 之初以剧作家贝克特为灵感的经典之作 将诉说生命的喜乐跟沧桑 澳洲快动舞团也在作品归属习题中 探讨全球化的网络世代为了生存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战斗 向身份认同进行大胆又幽默的探索 他们将剧作家写作的文本语言 视为一种无谱 所以这些语言是某种身体动能的关键字 可是他们可以透过编舞的方式 怎么样让口说的语言跟身体在结合上面 能够创造出一种生存的身体的音乐性 还有更多丰富的层次 舞蹈房间舞团跟作曲家弹顿携手 历经了四年的讨论跟修正 跨国打造融合了舞蹈 音乐跟视觉效果的新作《回》 我们希望做一个作品 能够全部用它的曲子 那这个四年当中呢 其实我们弹了很多 弹顿是一个非常有想法 非常有创意的音乐家 所以他每一次弹的结果都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会议从纽约 然后到巴黎到安斯德丹 我们的计划也不断地改变 所以这个作品就变成了一个 跨六个国家 有十个创作者共同的作品 新热编舞家谢杰化将推出新作 《去自由》 从身体跟空间的角度 重新思考自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被美国舞蹈杂志评选为全球二十五位 最受瞩目舞蹈工作者的黄毅 将延续他的舞蹈实验 推出包括雾跟地平面以下的创作 继续探索身体跟声音 以及跟椅子之间的关系 而影子优势我觉得它也许是最接近人灵魂的形状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如果可以摸着别人的影子的时候 可不可以听到它在想什么 或者是我们两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是不是有可能有什么样子的交流 人的影子在墙壁上的影子跟真正的影子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可以产生多少种 比较接近我们内在的思考的样子 汇集了国内外的精彩舞作 游走在不同风格的创作中 在浓动的秋意间用心感受到